像老鼠又像兔子 这个神奇的动物叫伊犁鼠兔 是中国特有的物种 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 时隔八年再次出现 除了伊犁鼠兔 消失了许久的圆鼻巨蜥 中华穿山甲 黄腹脚趾 驴猫等保护动物 都在这些年陆续复出 这背后是中国生态环境在变好 真情易寿的归来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国宝大熊猫的全球均养数量 十年增加了332只 在野外 我国为大熊猫进了67个保护区 活动面积增加了一倍多 另外两种大猫的数量 也在快速增长 十年间野生东北虎 东北豹的数量翻了一倍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一半的区域都有东北虎的活动踪迹 一只成年东北虎 每年要吃掉50到70只 有蹄类动物和若干小型猎物 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劣势者 它的生存状态是衡量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 所以保护野生东北虎豹 不只是保护单一物种 更是保护完整的食物链 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这样的国家公园 中国还有四个 里面生活着大秀猫 海南长碧园 金丝猴等众多国宝 公园内涵盖了30%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通过建立保护区和人工繁育等方式 过去十年里 普世园林增加了2000多只 猪环增加了5700多只 藏羚羊增加了18万只 300多种珍稀 冰微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 稳中有升 大熊猫 藏羚羊 雪豹等一批动物 喜提象节 这是对珍稀动物保护最好的嘉奖 从这份成绩单上 我们欣喜地看到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联合国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中 更提到中国14次 其中13次展示了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 从保护到共生 我们再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生态星 则文明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